基本的規定 但是呢我們就是 從手上拿到的 剛剛講的這個 SUP廠 就是 所謂的 高吸水性樹脂廠 那這個廠呢 我們發現它特別在 還有探籤廠 特別在農博 102年底 到103年這邊 還有其他的廠 公司都發了一些新的 新的許可證 那為什麼它要發新的許可證 我們就很納悶 因為它還有許可證還沒有到期啊 理論上就是 許可證到期了 才會發新的許可證 結果呢我們就是發現 同一個廠 相同的製程卻有 兩張或三張的許可證 那新的許可證的許可量呢 都比原來的 舊的許可量高 高 然後高很多 那有其中今天相關的 這個審查的廠呢 我們就發現有三個廠 碳籤廠 高吸水性樹脂廠 還有試碳廠 它的許可證的量 已經比還品的量還要高 那這個是誰可以這樣做呢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它還在送還品啊 偷跑啊 偷渡啊 怎麼還在送還品就可以 給它新的許可證的量 還有給它新的操作都不一樣 而且又違法 還品的量 那我們認為這個縣長 兩位縣長都要 把這個講清楚 因為整個 還做的許可證的 這個發放 已經違法 那今天我們就是認為 如果你許可證已經發了 那還在還品做什麼呢 他已經可以生產了啊 那還品等於就是 就是假的嘛 騙人的嘛 所以我們認為 雲泥縣環法局在騙人啊 雲泥縣政府在騙人啊 這是比六七還要 嚴重的有所謂的這個 可能有貪賭 或者是官商勾結的行為 好 那就是 六姐要不要再補充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因為今天大家我們都講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 勞結的